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屁股要提起来 提起来 然后身体要以一个稍微松弛一点的状态去收腑 然后你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状态 才是拉球之前的一个准备的状态 来 没事 大家点点关注啊 咱们新进直播间请我点点关注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我在拉球的时候 我整个的腰转向 看 看你看我的腰是怎么转的 你们看我的腰是怎么转的 再给大家拉一个 怎么转的 大家可以看清 能看清楚 能看清楚吗 刚才 对 怎么转的 能看清吗 我是不是整个腰啊 是从 看向右去转 这么横向的去转动 啊 然后我整个力量是向后的 因为你直接向后吧 就变成推球了 这个推是推不来的 所以说你要利用转动的力量转过来 然后向后转 然后再利用向前转 向前转的力量 你再去拉这个球 你整个这个球就被你的身体 被你的腰给包裹住了 它又有力量 而且又稳定 对 又有力量又稳定 所谓核心力量 对 然后给你们讲一下细节 怎么才能要让这个腰 哎 我能转到什么 我能把这个力量转出来 能把这个拉手拉出来呢 这个球就靠啥了呢 大家再看来 大家看啊 你们看我转腰的时候 我这条腿有动吗 我有在这来回 有吗 我这条腿有没有动 没有动吧 对吧 你看你们是不是有动的 对吧 一打球 整个全是在摆姿势 看着就感觉像自己很专业 一样 但其实这就完全是在一个泄力的 把你所有力量通过这两条腿拳给它泄掉了 你拉球就没有力量 也集中不起来 所以说后 在在谈论什么旋转不旋转 你都没有力量 都没基石 你加旋转也加不进来 只能是磨 磨这个球 蹭蹭薄皮 对不对 你看我发力拉 我也是这么拉 你再去关注一下 他们这些专业的训练的拉球 它都是这么拉 拉得好的 我说拉得好的都是这么拉 那大家知不知道 为什么这条腿 我并没有去这么去动呢 有没有知道原因呢 有知道的可以打在公平上 我们探讨一看 对啊 身体左右转带动手向前 对啊 确实是啊 身体包含哪啊 腿也是身体啊 腿 脚腿带动了腰胯呀 腰胯带动的手啊 憋着劲儿 哎 这个棋风 你应该是看过我们直播嘛 憋住劲儿 说得很对 你说憋着劲儿也是对 你说憋住劲儿 它也是对的 你得 你拉弓 弓不能动 这根弦 它是往后沉湿巡礼的 腿就 腿脚 整个下盘 它相当于拉弓的这个弓 你咋它撑住了 这个弦撑开了 才能 变上很大的力量 最后这一下才能放出去 最后放这一下 就相当于我们拉球的这一下 拉手的这一下 就相当于拉这个弦的这一下 如果是拉弦的时候 这次弓 我拉的时候 它往后来 或者它跟着动 你觉得这这件你能射准 你能射能射远吗 射不远 不稳 对 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自己 在拉球的时候 腿 有没有在那乱动 给自己加戏 不能蹭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人打球让你们这么打 肯定有 这个 其实很多很多球 就包括尤其是初学一点 可能也不赖你们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身边的球手教你 或者是教练教你 对吧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他有队语处 小朋友都怎么练 对 不 你拉球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的刚才是 这就是一个原理 你说你一点不动吧 你看你中文也说了 小朋友他们练的时候都是这样 对 你有一点的脚下的这种 哎 比如像 转动的这种感觉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把膝盖 带着个底下去动 明白吧 你脚下动 你看我腿还在这撑着呢 你看 我就算是我动了 这条腿 你看 他为的是啥 为的是你腰这 你这一下 为的是啥 为的是他撑着 他 他什么 他憋上力 你动 一点 你说他还能憋上力 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说他动憋成这样 你看我一转 你看我腰这块是不是完全就松掉了 你拉手的时候都松掉了 都卸掉了 你哪来的力量去往前拉 你哪来的力量去集中呢 你们想一下呢 对吧 散掉 这力就卸了 对 你说浑身看下 没有一个是能承受住力量的点 能憋住力量的点 所以说你靠哪发力啊 你浑身看似都在动 看似都在发力 但是没有一个力量是发到集中的 没有一个是这个集中的力量 对 这个说的对 必须撑住 对 所以说你看一下 一般是吗 你看那些 你比如说你们不爱看马龙 反正让他们拉球 你们不爱跟他们学吗 你看他们平时有的时候侧身 算住的球 他们右腿一定是踩的实实的 然后把腰整个身体转开了 包括许欣拉球也是 他一旦侧身了 他这下 这条腿一定是踩实了 这条腿一定是踩实了 把腰转开 一定是踩实了 你看他们有没有说算住侧身的时候 人家腿是这样的 没有吧 所以这是为啥你们转腰腿都用不上劲的 关键点 在这 教的太专业了 业余很难达到这个高度 我不是说让你拉成我这样 我是让你们看看你们拉手的时候 存不存在这种问题 咱们我们现在讲的就是针对业余的讲的 你们拉球的时候 最爱这么动的就是你们 因为你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可能你们看 有的人打球这样 或有的人告诉你们 俩脚要什么拧烟头来回转 身体要转动 你们可以做 但是别把腿的力量给卸掉 那么厉害吧 腿的力量卸掉了 你就所有的力量都没有了 对 很很就是 方老师讲的 很细很细 很好 大家 咱们真正喜欢打球的 热爱乒乓球的 我相信有这样的问题 都可以真的很清楚 对吧 这样的问题 大家可以去多去练 多去体会 对 这是正手拉球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原理 基本的一个框架 对 好吧 大家看一下 我给你们动一下俩脚拉 你让我去动能拉吗 我也能拉 但是你们关键一下 看一下 你看我俩脚也像大家这么动 我能不能拉 也能拉 但是你看 我在动的过程当中 我这个腰要蓄力转阵一下 我一定要把脚踩实 这个时候我不能让它动 你看一下 你看 你们都是这么拉劲 你们都是这么拉 你们看这个球 是不是被你的动作给糊了过去的 它并没有集中点 打到了胶皮的薄薄一层的胶皮上 海绵都没打到 你别说这个板的性能了 所以说你说你用5000块钱金标跟你有关系吗 你连海绵都没打到 它板啥性能跟你都没有关系 你只是利用这个板的正常 所有板都有弹性 肖皮都有弹性 利用这个弹性去把这个动作挥过去 对 其实这个不算是拉球 是这样是吗 不算是拉球 觉得太香 对 就是大家我们成人班也是 针对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在提高 跟大家去讲 哎 它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大家也有一样相同的问题 所以这个还是说 共同提高吗 太夸张 我这个已经是收着做的了 那你是没看到咱们有 这做的真比我夸张还多的 应该是什么样 我在给你动起来 就是我也按照你们这种方式去 就是我想拉好的方式去拉一个 来 对 是在谁啊 下期在谁 那看一下啊 我脚也动 但是你看我在动的过程当中 我这一下必须 我拉手这一下必须把腿撑住了 把力量给它撑住了 像一个承重墙一样 它不能倒 对 明白吧 然后你可以进 你可以什么 你可以很放松的去 大胆地去转动你的腰 为啥 因为你这块撑住了 你腰我让你再转 你能转到哪去 你转那头去 腰不折了吗 你最多也就到这了 到这以后你就转不动了 转不动你会感觉 有个地方卡住它了 你就利用你卡着这个位置 一卡 腿一蹬 力量不就出来了吗 什么是蹬转啊 这不就蹬转出来了吗 你都是松着的 你靠哪去集中这一下啊 身体绷劲吗 没用啊 身体绷劲没用啊 它球没劲啊 你看吧 来 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也动 我也这么动 看下了吗 我只要这一下撑住了 这一下棒 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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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力量就能 就能拉集中 就能拉实 不需要你们拉成我这样 你们只需要根据自己 把这道理明白了 别因为你的多余动作 把力量散掉了 嗯